这个文宣会让我们献李民 让我们真的不忠不义 我希望他自己要成英成英的出来道歉 是什么让里长这么生气 受害者联盟一字排开 国民党籍的里长却被挂名 在无党籍候选人的选举文宣 就怕选民真的相信 里长倒戈不挺自家人 不但没有结果同意 你还把我的号车给写错 这是真搞乌龙还是意图使人不当选 国民党团欺诈痛批傲包 因为这一来选票就被分化 最后我跟好事情先生讲 你应该感到可悲 你让这么多的里长在选前几天 站出来去谴责你这个行为 然而被联名的还有他 可以看到在新一区的永吉路 跟松山路口 这边就挂有一面洪世奇 跟黄珊珊的联合看板 而且挂了几个月 到现在都还没拆除 大大写着洪世奇一票 黄珊珊一票 但人家有同意吗 不认错就是不认错 但比起等一句道歉 还不如多拼一张选票 年薪票一定要拉出来 水源市场周边学区公管商圈 黄珊珊一呆就是四个半小时 想要接放只能继续冲刺 TVBS新闻刘俊张一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最新闻的文化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漫山并且秀